哈喽,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的snack是春卷 那我们准备了些菜 我准备的是炖火萝卜丝,火腿丝 还有烫锅的菠菜 然后香菇丝 还切了一些洋葱丁 然后呢,要准备春卷的皮 树章 还准备一些黑胡椒 我们还要用到黑胡椒和盐 还有油 好了,我们现在开始了 好了,我们先把锅加热 这今天呢,我们做这个春卷呢 还是用到我们的空气炸锅 那上一次呢,买了以后 有过试用做了一些在家自制的薯条 觉得还是非常的好吃 也很方便 所以今天呢,我还是决定用这个空气炸锅 来做我们的春卷 看看效果怎么样 如果你想了解一下更多的这个自制薯条 那你不妨可以去找一下我上一个视频 好了,现在锅热了 热了以后呢,我们要先把菜炒一下 放一些油 放一些油 然后我们先把洋葱丁放进去 然后再放洋葱丁和香菇丝 再放一下 非常轻易吃 非常轻易吃 那我们先把洋葱丁放一下 那我们先把洋葱丁放在上面 再放在筋盘上 好,我们先把洋葱丁放在一起 稍微轻易吃 那我再放在这边 好,我们先把洋葱丁放在一起 好,我们先把洋葱丁放在一起 然后我们再把鱼菜放在上面 好了我们炒的差不多了 然后放一些胡椒 倒一些胡椒粉 还有盐 这下我放的是胡萝卜和菠菜 我们也可以放胡萝卜和原白菜 胡萝卜和原白菜 胡萝卜和菠菜 热火 放入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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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开始包 放一点油在表面 好了 我们现在放到空气炸锅中 然后我们再来把它翻一下 调一个位置 然后我们再把它放进去 360度 然后再来 6分钟 好了 我们的春卷 已经出炉了 尝一下它是不是很脆呢 好了 这就是我们的春卷 闻着还比较香 尝一下是不是脆的 嗯